2014年1月25日,福建省福清市的何先生来到了福清市公安局报案,他说昨晚上被人抢劫了。 何先生40岁,做煤炭生意,平时都在外地工作,临近春节他才回到了福清的老家。 案发那天晚上8点左右,他想去一家按摩店按摩一下。 把车停好后呢,他下车到后排拿包,这时突然一个人从后面用枪顶住了何先生的腰,脚踏不许动,并把他推上了车。 另一名劫匪呢,则坐到了驾驶座上,开起了车。 何先生事后回忆啊,从他停车到被人用枪抢劫前后不到一分钟,等他反应过来,已经被人按在了汽车后座上, 头贴着座椅,一把手枪顶在了他的脖子上。 他无法看到嫌疑人的特征,只听到后面用枪顶着何先生头的那个人说,往东张开。 东张是福清式的郊区,被枪顶着的何先生一动也不敢动,不敢抬头看两个嫌疑人。 两个劫匪带着何先生绕来绕去,走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停了下来。 劫匪将何先生身上和车上的财物搜刮一空,一共抢走了四万元人民币,三万元港币,六百元美金, 以及一个价值三十几万的百达匪力手标。 两名嫌疑人手里都拿着枪,何先生不敢反抗,趴在了车后座上,也一直低着头。 劫匪临走时呢,让何先生低着头数两百下,如果没数完抬头,就一枪崩了他。 大约过了几分钟,何先生抬起头,发现两名嫌疑人已经不见了踪影,自己的车呢,停在了郊区一个偏僻的巷子里。 凶手还拿走了何先生的身份证,威胁何先生,如果报案,就灭了他全家。 何先生犹豫再三,还是开着车来到了福清市公安局报案。 福清市呢,地处福建省东部沿海,是全国文明的小乡, 旅居海外的华侨遍布世界近120个国家和地区。 春节临近,很多华侨呢,都回乡过年。 这起持枪抢劫案的发生,给福清的警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警方立即调取了案发现场周围的监控,何先生当晚驾驶的是一辆黑色的奔驰车。 很快呢,侦察员就在监控中找到了这辆车的踪迹。 可他们发现,嫌疑人驾驶汽车在市区四处烂窜,而且呢,故意沿着小路行驶,又是晚上,监控无法看清嫌疑人的相貌特征。 与此同时,刑侦大队的技术人员呢,也对何先生的奔驰车进行了勘查, 共提取了二十几枚指纹以及一些毛发。 经鉴定,车内的毛发呢,都是何先生本人的,但是指纹却有另外两个人的。 但是经过调查发现,这两枚指纹呢,是何先生的朋友留下的。 案发前两天,何先生呢,确实把车借给过两位朋友,而且案发当晚,这两个朋友都有不在场的证据。 看来嫌疑人在作案的过程中,应该是戴了手套的。 侦察员又对何先生的人际关系进行了调查,发现他并没有与人结仇,也没有经济纠纷。 警方感觉到这起持枪抢劫案,似乎呢,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根据何先生的回忆啊,那晚他除了被抢走八万元现金之外,还被抢走了一块价值不菲的手表。 警方分析,如果嫌疑人是为了求财,那么一定会急于将手表出手的。 于是啊,警方决定在扶清室大大小小的名表回收鉴定机构展开布控。 就在这时,扶清公安局又接到了一位李先生的报案。 李先生和妻子啊,都是扶清本地人,这些年一直做生意,家境很好。 李先生一家三口平时都住在市区。 案发那天晚上,李先生约了几个朋友在郊区的别墅打牌。 妻子郑女士呢,因为要回家照顾孩子,晚上九点左右就一人开着车返回了市区的家。 李先生以为郑女士已经到家了,而他们的孩子呢,也以为郑女士住在了郊区的别墅。 直到第二天中午,李先生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才知道妻子出了意外。 李先生是在中午十二点半接到绑匪电话的。 绑匪对李先生说,你老婆在我手上,拿五百万来赎,否则呢,你老婆就没命了。 然后就挂了电话。 李先生赶紧拨打了郑女士的手机,发现他妻子电话已经关机了。 李先生赶回市区的家,发现妻子的车呢,停在了地下车库,钥匙还插在了车上面。 家里的钥匙呢,也放在了车上。 他意识到,妻子可能真的出了意外。 警方推断了,受害者可能是在下车的时候被歹徒控制的。 遗憾的是,小区的监控录像出了问题,整个小区的监控视频全部瘫痪了。 警方呢,只好调取了小区周边的监控,但并没有发现有可疑车辆跟踪郑女士的奥迪汽车。 如果凶手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又是如何将郑女士带走的呢? 仔细查看监控录像的侦察员,发现了郑女士奥迪汽车的行驶轨迹非常的反常。 奥迪车先是回到了车库,接着车又从车库开了出来。 过了一段时间呢,又回到了车库。 警方推断,嫌疑人应该是事先藏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内,劫持了郑女士后,开着她的奥迪汽车,把她带出了小区。 然后呢,再把她的车送了回来。 侦察员在车内发现了很多手套和衣物擦蹭的痕迹。 这表明,嫌疑人很可能在奥迪车内实施了整个绑架过程。 而且他们事先应该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警方断定,参与绑架的人数应该在两个人以上,但是车内的痕迹并不能锁定嫌疑人的身份。 地下车库里往来的人比较多,没能提取到有价值的脚印。 更让侦察员困惑的是,嫌疑人驾驶郑女士的车把她带出了小区,为什么还要冒险把车送回来呢? 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疑问越来越多。 案发后,郑女士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嫌疑人给李先生打电话的手机也一直关机。 通过询问,侦察员了解到郑女士银行卡里有几十万。 警方立刻对郑女士随身携带银行卡取款情况进行了调查。 案发当天,郑女士身上携带了两张银行卡, 其中一张建设银行的卡在案发当晚十一点左右被人提取了六千元现金。 银行监控视频显示,取款的人是一个脸上戴着眼镜和口罩,头上戴着头盔的男人。 取款点距离受害者被绑架的地点有一定的距离。 警方推断,嫌疑人应该有交通工具。 犯罪嫌疑人取款时,银行门口停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但是取款的嫌疑人出门后并没有接触这辆黑色的轿车, 而是朝银行的停车场方向走去。 侦察员又调取了银行附近的监控录像。 录像显示,嫌疑人取款前大约一分钟, 一辆银灰色面包车刚好经过银行的大门, 停在了不远处的停车场。 这会不会就是嫌疑人驾驶的汽车呢? 警方对这辆车进行了视频追踪, 发现这辆车是开往平潭方向的, 但是银行的监控探头无法拍清车牌号码。 侦察员只好根据面包车的行驶路线调取相关的交通监控录像, 寻找这辆面包车更多的信息。 在高山一个卡口的监控中发现一辆类似的面包车。 经过比对, 侦察员断定跟银行门口的面包车是同一辆车。 驾驶员开车的时候用挡板遮住了半边脸, 并且在车内挂有一件类似蓝色羽绒服的东西。 警方判断羽绒服可能是用来遮挡人质的, 虽然驾驶员故意用遮阳板挡住了自己的面部特征, 而监控探头呢还是清晰的拍到了这辆车的车牌。 但进一步的调查结果却让侦察员大失所望, 这辆车是套牌车。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辆面包车就是涉案车辆, 但是它的嫌疑非常大。 首先在嫌疑人到银行取钱的时候, 这辆车就在银行的附近, 其次呢驾驶员用遮阳板挡住了自己的脸, 第三这辆车用的是一套假牌照, 种种疑点都集中在了这辆灰色的面包车上。 侦察员们调取了监控录像, 开始斜线追踪, 他们发现这辆车最终是开出了浮青室朝临近的平潭方向开去, 此后呢就在监控当中消失了。 如果嫌疑人不是驾车尾随郑女士进入了车库, 那他们一定是提前进入车库等候, 那么在等候的过程中, 嫌疑人就有可能留下痕迹。 就在警方对地下车库扩大侦察范围的时候, 嫌疑人给郑女士打来了第二个电话。 绑匪向李先生索要五百万赎金, 李先生要求听一下老婆的声音, 绑匪答应, 郑女士在电话中哭着说, 我欠人家五百万, 千万不要报警, 报警我就没命了, 你以后就看不到我了。 但是奇怪的是, 李先生在电话中听到有车辆经过的声音和汽车的喇叭声, 感觉绑匪呢像是在一个比较开阔的环境下打的电话。 警方推测, 有可能嫌疑人是给李先生放了郑女士的录音。 这个时候, 地下车库的勘察有了重大的发现, 诊察员在郑女士家地下车库的一个角落里, 发现了四枚新鲜的烟头。 经过DNA的检测, 警方在四枚烟头上发现了两个人的DNA, 而经过DNA数据库比对, 发现了其中一个人叫何伟欣, 由犯罪前科, 曾经犯绑架罪, 被判13年。 烟头能够证明何伟欣曾经到过郑女士家的地下车库, 但并不能直接证明他参与了这起绑架案。 而在对何伟欣进一步调查时, 侦察员发现何伟欣的老家就在平坦, 也正是那辆银灰色面包车消失的地方。 距离郑女士被绑架已经过去20个小时, 由于嫌疑人采用录音的方式让郑女士和丈夫通话, 警方无法判断郑女士此时的安危。 嫌疑人给郑女士的丈夫打了两次电话, 每次通话的时间都很短, 而且一直没有说出交钱的时间和地点, 这让专案组无法开展下一步工作。 在平坦警方的配合下, 侦察员很快锁定了何伟欣, 在没有确定人质安全的情况下, 警方只能秘密地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但却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也没有发现那辆可疑的面包车。 2014年3月6日早上6点, 案件突然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李先生突然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说他已经跑了出来, 跑到了一个叫做合措的村子里面, 李先生立即通知了专案组民警, 侦察员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愣住了, 因为嫌疑人何伟欣, 就是平坦合措人, 如果郑女士在合措村, 那很可能被何伟欣及其同伙发现, 警方赶紧嘱咐郑女士找个角落躲起来, 千万不要出来, 从扶清到平坦, 开车最快也要30分钟, 这30分钟对于郑女士来说非常危险, 因为一旦嫌疑人发现郑女士逃跑, 恼怒之下很可能伤害她的性命, 30多分钟后, 郑女士成功获救, 首先呢, 警方对她进行了心理疏导, 但是接下来的询问工作, 却让侦察员大失所望, 因为嫌疑人做了伪装, 郑女士无法描述两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考虑到任志已经成功获救, 专案组决定对何伟兴实施抓捕, 经过一番较量, 何伟兴呢很快承认了犯案过程, 而且他还交代了他有个同伙叫石阿兵, 何伟兴被捕的当天下午, 石阿兵迫于压力主动投案自首, 根据他们的供述, 警方找到了那辆银灰色面包车, 还在何伟兴的处处发现了手套, 手枪, 人皮面具等等作案工具, 警方判断这应该不是他们做的唯一一起案件, 不然不会花这么大心思购买这么多的作案工具, 案情重大, 专案组立刻对近期发生的撤枪案件进行了研判, 这个时候警方想到了1月25日, 何先生被两名男子持枪抢劫的案子, 在证据面前, 何伟兴承认, 1月25日, 他们持枪抢劫了一名开奔驰车的男子, 当时他们也没有什么目标, 就是到处逛, 觉得开好车的人肯定有钱, 就劫持了开奔驰的何先生, 那天晚上, 两人从何先生身上搜出了八万多的现金, 对半分了, 由于当时何先生那块价值三十多万的百达斐力手表, 一直放在包里, 两名嫌疑人拿到现机后, 仓促间没有仔细翻看何先生的包,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抢来的包和里面的手机、 手表统统扔到了海里, 一次作案就抢了八万多元现金, 两人并没有就此收手, 为了能够找到合适的对象下手, 他们经常到福清市一些高档小区旅寻找作案目标, 他们在郑女士家小区的地下车库看到了一台奥迪Q7, 车里面有两双女人穿的鞋子, 两人觉得开这辆车的可能是个有钱的女人, 于是两个人开始跟踪郑女士, 但一连十几天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直到2014年3月5日晚上, 郑女士一个人开着车返回了地下车库, 两个嫌疑人见郑女士一个人下车, 就一起上去用枪挟持了郑女士, 两人开着郑女士的车驶出了地下车库, 然后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把郑女士转到了那辆银灰色面包车上, 何伟星又把郑女士的车开回了地下车库, 而之所以这么做, 是为了怕郑女士家人发现郑女士失踪提早报警, 车还在的话呢就能拖一点时间, 让人以为呢郑女士只是有事离开了, 两名嫌疑人威逼郑女士说出了银行卡密码之后, 何伟星呢就带着头盔去取款机取了六千块的现金, 然后呢他们开车把郑女士带到了事先准备好的关押地点,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 由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海岛组成, 这些海岛上遍布山石, 很多山石之中呢都隐藏着战争时期遗留的防空洞和碉堡, 何伟星和施厄兵呢都是本地人, 他们对这里的地形非常的熟悉, 他们囚禁郑女士的地方就是一处地下暗堡, 他们提前在里面放了床铺, 矿泉水和面包, 为了防止人质脱逃, 两个人还做了精心的设计, 准备了一条大概两米多长的铁链, 一头呢固定在洞顶的岩壁上, 另一头固定在二三百斤重水泥吨的里面, 两人把郑女士带下山洞后, 就用铁链把她的双脚锁上了, 两名嫌疑人被抓获, 郑女士也成功获救, 这个案子算是成功告破了, 但是有个疑问一直困扰着警方, 那就是郑女士被囚禁了将近三十个小时之后独自逃脱的, 她是怎么实现这一点呢? 在郑女士的情绪平复了一段时间之后, 她对警方讲述了那段让她刻骨铭心的经历, 那天两名嫌疑人开着车, 把她带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 由于天黑呢, 她也看不清是在哪里, 关押郑女士的暗保大约两米多深, 只有一个洞口, 两名嫌疑人在洞口呢, 安装了塑料滑梯, 还自制了软梯, 方便进出, 下洞以后呢, 往下走的时候要稍微蹲一点, 然后就可以直起身子了, 从洞口下到山洞内, 大约走出七八米会出现岔路, 沿右边岔路走四五米是一个很小的射击孔, 而沿左边岔路走四五米就是山洞的尽头, 两名嫌疑人压着郑女士向左走到了山洞的尽头, 黑暗中啊, 郑女士心里说不出的恐惧, 她觉得绑匪拿到钱后肯定会撕票, 因为这么隐蔽的地方任何人都找不到的, 两名嫌疑人逼郑女士说欠了别人五百万, 让她老公准备好钱不要报警, 并用手机录了音, 然后呢, 他们离开了山洞, 并用树枝将洞口掩盖好, 郑女士一个人被锁在了漆黑的山洞中, 她感到恐惧无助, 她尝试用床壁上的木片去捅铁链上的挂锁, 可是很久都没成功, 四周一片漆黑, 她越来越绝望, 又感到非常的累,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睡梦中的郑女士突然感觉胸口被扎了一下, 扎到她的是内衣上的钢拳, 郑女士灵机一动, 马上坐起来把钢丝抽了出来, 尝试用钢丝去捅链上的挂锁, 捅了一会儿, 左脚这边的挂锁开了, 郑女士又开始捅右边的, 但怎么捅也捅不开, 不过郑女士没有放弃, 又折腾了大约四五个小时, 郑女士终于把两根铁链上的锁都捅开了, 但事情却也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挂锁的地方, 嫌疑人用很粗的铁丝拧了两圈夹骨, 郑女士用手怎么拧也拧不开, 她再次的陷入了绝望, 又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 郑女士慢慢用牙齿咬断了两根铁丝, 此时她已经精疲力竭, 几颗牙齿都严重的磨损, 但强烈的求生欲望, 支撑着她在漆黑的山洞里, 摸索着寻找出口, 当她看到有一点点光线时, 顿觉万分狂喜, 说不出来的堪心, 她走近一看, 发现光线是被树枝挡住的, 她把树枝挪开后, 看到旁边有一块很大的石头, 但是推不动, 好像是用水泥加固的, 透进光线的洞口很小, 无法出去, 原来在漆黑的山洞里, 郑女士慌乱之下, 走到了岔路的另一头, 也就是射击孔的位置, 她无法推开射击孔附近的石头, 只好再次摸索着返回了床铺, 坐在那边休息, 不断给自己打气, 一定要稳住, 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 这一次, 郑女士在岔路口选择了相反的方向, 很快呢, 她就再次的看到了光线, 郑女士发现, 这个洞口好像跟刚才那个不一样, 郑女士把树枝拉开后, 看到了洞口和外面的阳光, 整个人为之一阵, 但由于两名嫌疑人离开时带走了软梯, 郑女士虽然找到了洞口, 但是无法从高达两米的塑料滑梯上爬出去, 情急之下呢, 她只好用力去推洞口附近的石头, 好在有几块石头已经松动了, 凌晨五点左右, 郑女士终于逃出了囚禁她将近三十个小时的山洞, 逃出来的郑女士先是深吸一口空气, 然后呢, 就开始拼命地跑, 跑了半个多小时, 郑女士终于看到有人居住的村庄, 她见有居民外出, 就跑过去借了电话, 打给了自己的丈夫, 破旧后的郑女士心里留下了很深的阴影, 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了, 白天在家呢, 也得有家人陪着, 什么地方都不敢去了, 一想到在暗保里度过的那三十多个小时, 还是会感到非常的恐惧。